天气这么冷还能在外面吵架真佩服 我刚洗完澡现在浑身冻得直哆嗦 把袜子穿在身上也没用 主人再给我加一只袜子吧实在是冷啊 也不是所有动物都喜欢洗澡 我家猫咪在洗澡之前还会一个劲的慢摸 可一旦开始洗澡 它的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生物可恋中又带着一丝惊恐的表情 让我都有点不忍心了 洗澡最怕的是什么 当然是被人偷看了 不出我所料 我家孩子又在门缝里偷看了 孩子啊 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不知道这样容易吓死人吗 其实说到底 我觉得小明哥哥才吓人 不就是为饮料代言吗 你的眼神让我感觉前方有一座惊恐 算了 这饮料我是喝不下去了 再见 对于一名合格的吃货而言 永远都没有吃饱的概念 只有没吃撑 麻烦再给我来一锅这样的汤好吗 少年 全家人的口粮都在这口锅里了 吃东西的方式有很多种 楼下卖西瓜的老板把西瓜又舔网拦起来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居然有人偷瓜吃 我算是明白了 你永远都拦不住一个吃货 为什么现在的小偷南房 因为现在的建筑贡献了助攻 住在这里我整天提心吊胆 说不定哪天就有人顺着这个阶梯爬上来了 为了让自己安心 我还是搬家吧 你觉得家娃娃鸡难吗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吧 自从带着我家孩子去电玩城后 我就很少空手而归了 爸爸你看中了哪一个 我帮你拿